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家昌比珍珍大五岁 曾指导过方一版《月满西喽》 归亚磊板庭院深深 林青霞的台湾成名作《人俏飘》等 刘家昌1966年开始从事音乐创作 主要为电影配乐和写作电影歌曲《月满西喽》 往事只能回味 都出自他手 1986年 刘家昌珍珍珍的儿子刘子谦出生 按照珍珍的说法 儿子刘子谦还在抢保中时 他和刘家昌就已经离婚 据说刘家昌烂赌 前前后后输了15亿台币 然而 夫妻二人即使离婚 多年还会是纸顶扣 绝不让外人看出婚姻破裂的迹象 这图真 看不出已经离婚多年的样子吧 刘家昌作访谈 聊婚姻是一个必备化妻 娱乐圈像他们这么美满的婚姻 还真是找不出多少 不少网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当属刘家昌在康熙来了聊自己的美满婚姻 连小F都落泪了233333 刘家昌在节目中说 他在真正15岁时对他一见钟情 被他漂亮的外表吸引到了 他还说当时的第六感告诉他 真正就是他的老婆 真正当年风华正茂 在台湾名气很大 刘家昌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喽喽 他的内心很自卑 他从此立志 要让真正当自己的老婆 爱情给了刘家昌很大的动力 他努力拍戏 努力写歌 终于在台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在他成功之际 真正却嫁给了谢谢 说到这里 小F都感动得哭了 刘家昌听闻真正要嫁给他人 当时就猛了 在真正去香港飞机场的时候 他就写了自己内心深处到的歌词给真正 他紧张到不敢去追 突然把信带给真正 因为他知道 二人已经有了先灵感应 小F累撒现场 也是很配合 刘家昌在节目里 还说他与真正结婚后 婚约关系不会再变动了 小F当场补刀 他说 刘家昌传完外遇不断 关于这个问题 刘家昌说 都是逢场作戏 就算发生关系也只是好奇而已 见多识广的康熙两位主持也招架不住 刘家昌在节目里把真正视为至爱 就算有爱遇他也说会坚守原则不伤害到他 说到后面 小S似乎因为对方美满的婚姻联系到了自己 另外 这次访问还聊到了谢贤 但刘家昌就说 他不是第三者 谢贤才是第三者 真正后来跟谢贤离婚 又跟刘家昌结婚 关于这段三角恋 刘家昌说也没什么影响 就算和谢贤见面也会礼貌打招呼 但就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真正遇到了这两位明星老公都很会说话 刘家昌和他离婚后在抗戏来了秀恩爱 谢贤更是在尖心秀在一帮年情 谢贤说他在真正最红的时候遇到了他 谢贤说遇到真正是上天的安排 他说他并不知道 刘家昌已经跟真正交往 所以才跟真正恋爱 最后还结婚了 关于离婚原因 谢贤与丹峰情描述 真正妈妈不喜欢他 真正不习惯香港的生活 跟他妈妈去了美国之后 一切都完了 所以不知真正女士 当年究竟怎么在两个男人之间来去自如的呢 从谢贤的采访中也能感觉到 他对真正的这段婚姻也没什么可惜的 毕竟分手也是真正和他妈妈的原因 所以后来 谢贤聚餐偶遇真正也是全场尴尬 真正的婚姻充满挫折 如今还要被老公逼着分身家 2008年 真正得了胃癌 刘家昌难过说 没他会死 他在床前不待他近两年 2010年3月 真正胃部手术成功 又一次患有脑续管流 4月 刘家昌在台北举行FMIC演唱会 他说 从今以后 我会紧紧牵珍珍的手 走在他前面抵挡风雨 珍珍刘家昌离花私逼打官司 原因众书奔云 又说是刘家昌或杜甘是儿子刘子谦的发展 让他以家坊唱自己写的歌 夫妻因此不合 还有说是他常留留各国赌场 只要没钱就要珍珍会给他 从一分钟输掉近百万 还有说是刘家昌恋上小42岁的台湾18线小明星 无论什么原因 任何一点放大 都能成为离婚的理由 但这些 都被刘家昌一一否认了 他反而说珍珍不是什么好人 2015年 珍珍提出了在美国的离婚证据后 香港法院怕刘家昌诉讼无效 刘家昌旅败旅战 去年又跑到美国提诉讼 但昨天又输了 珍珍本人这次有道场 对于不散而胜 她苦笑说 她刘家昌说要挣20亿家产 我哪来那么多钱 珍珍刘家昌已经演了几十年的假面夫妻 如今又此个不停 看来这段爱情一开始就是大错特错啊 这段爱情一开始就是大错 一开始就是大错 这番爱情一开始就是大错 就是大错 就是大错 就在这段爱情一开始就是大错 就是大错